这样的选择 虽然当时我们看到JCR的应对方案做得非常好 但是并没有打出效果很可惜 情酒天宫寻梦 WZ端午进步 不选特洛伊 那一般的话 海冰之眼 这一般 都洛基公园 这是打情酒常伴的一张地图 赤床午夜 搬了月上的老王图 solo长选 老街公地 适当地搬掉一些极难赛道 期待一下黑人的首秀 他的稳定性还在不在 其实平常选手们都在秀机室的时候 大家也能常见到面 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跟黑人聊聊天 对吧 他给人一种 其实大家都有的同样的感觉 就是黑人很自信 对吧 但其实他的这种自信啊 需要一定的上场次数 以及时间 来给他建立 因为 目前对于WZ来讲 可能已经来到常规赛的尾端了 给到黑人练手的机会不多 珍惜每一次比赛场上的机会 对 就每个赛季其实能给到的机会真的不多 对 非说你私底下真的能够稳定的强域队友 就大家竞争上岗 是的 但对黑人来说 可能比赛场上他才能发挥的更好 来吧 看一下首图 来自WZ的物山五行 起步 没有人放ECU 就大家慢慢会发现啊 这先放ECU的还是有点亏的 主要是后面是后追 再加上你前车 还能看你路线 对 而且来到第一个ECU点 就肯定能超车 这个月上旗不冲出来的话 感觉不好追啊 后面的二三四根本都很近 这里FU1 小心连弹 哎 黑人 车上响 就这个坦射点踩双叉 那都顺利通过 而琴九的这个距离 两个人跟的 阿峰ECU按过来有点慢啊 黑人这个路线挺好啊 但月上这把跑得多快啊 这拉开全是一秒开外 阿峰两秒 是啊 这把跑得有点快啊 月上 但是喝掉了小分 重新开个淡季 后面的阿峰 还是有失误的 这边稳 球稳来跑 1分29秒37 还是有一个上场的失误的 喝掉了一个小喷 17 20 手足3分 这人跟到了第二 月上现在在2V场上 真的能给到队友完全感 起码在现阶段 他的第一冲线率变高了 且均分9.7 可能在之前我们会说 他可能有一局比赛 都会给点机会 但现在很少 机会不会 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关键 真的是把把 你算是彻底的抛开了 月下 月底 这 再看看 再看看 今天还有好几张图 马上就到11月了 已经最月底了 没得再底了 对吧 今天31号 对 大家都知道 一个月最多的日子 就是31号 要是今天 月上还能发挥好的话 那真的 他 那个别称啊 可以 抛开了 主要今天还和黑刃 进行搭档嘛 黑刃这局也跑了一个 1分30秒68 跟的也还是很不错的 对 但主要是 你要看月上的成绩的话 就是 他跑的是快 是快 不管跟谁跑 这个成绩都能 看一下刚才的回报 ECUD时间没点到 哦 小飘的拖飘 阿峰这边 先上着墙 对于黑刃来说 连赛底一切赛道 都是新鲜的 嗯 都没有成绩 来看起步 哦 阿峰这局 起步很快 但跟月上 两个人距离很接近 月上已经反超了 这一个断空下来之后 压了一下阿峰的位置 不过自己落地之后 角度也不好 月上刚刚应该是 克斯斯坦没点出来 请就来到双领跑 六亿 落地蹭过来 CWW没问题 行酒的这张地图 稳定性还是极高的 哎呦 天员跟车跟的真不错 是啊 这里断空下来 要找机会了 看来请碰一下 在表意 拉风跟的太近了 被卡上墙 而且这里 Kerry也走了上去 再可以在右侧 这过三车的速度很慢 来到1.6了 1.7 但对众来说 这一局可以拿下地益的话 可以止住分数 最后中一分 15秒96 但打成了同分 对 1.7的性率啊 众 很紧张啊 碰上了老对手 黑人 对吧 跟着胜负欲突然就上来了 哈哈哈 下一局又是WC的王图端午进步 这首天宫寻梦起步 琴酒就是双铃跑 但是来到第二圈 黑人的一波卡位把阿锋卡到了 1分15秒96 其实这一个赛季 琴酒选择天宫寻梦 至少也有个四五次了 这个赛季嘛 嗯 他们几乎长长久 对 这张图是他们的常规网 看一下段午进度打完之后 要不要考虑打阿锋的新梦 可以考虑一下 但先过完WC的王图再说 他几乎没点出来 你上这边 扎波第二圈 这自己的路线太贴了之后 上得下 对 单五进度 四两二一呢 起步 哎 这上第二圈没分 也被重影响了一下 这里火力胜装开起来之后 四个人开火车开始了 是 反内线接弹射 黑人是第一次起步冲出 但是阿峰重拳出跌 太狠了 直接去卡位 是 但在找路线 黑人要上来 反卡回去吗 直接顶弹 哎 顶开了 把阿峰给顶中 双铃跑啊 对 还是 今天黑人的 氮气节奏不对 但一直可以影响重的跑速节奏 而 后面阿峰也不好那么快的跟上来 月相有点再打配合了 但因为自己的细节太好了 所以说追的有点快啊 不过黑人这一段路的弹射完成度很高 后面阿峰又再次出现了15.7秒的差距 来到 看出来月相已经不会来到第一 这边开议 这边开议 阿峰落地掉了 这一掉的话节奏太乱了 这局上大分啊 WZ 是啊 少说4分 再弹 给人家找路线 这路线找得很好 请甩过来之后最后一个弹射 月相 可以实现冲线 11分 4下11又是4分 现在有7分了吧 三张主打完7分 黑人虽然说一把没冲过线 但是跟了两把10分一把9分 跟的距离都很近 就但凡前面的选手给一点点食物 他就能翻超 这根分 确实不错 听天稳啊 对 这前三局打出来就看出来了 月相 无论是领跑还是卡位 以及跟队友打配合的能力 都是有 月相真的 已经成长为联赛当中的中央底柱了 可以了 看一下刚才的分数 中段一直在不断的名次交替啊 黑人和月相两个人 主要是阿峰 其实起步上面还是占据了一些优势的 不过把内线卡住了过后自己出现失误后半段当中 第二个火力盛光点自己掉下去了 一掉 那个点掉落可太长了 是啊 几乎就是没机会了 好在是四秒内进线 现在分数来到了54比61 我这个角度硬 黑人在前面就一个坦选没出 然后就被反超了 对 花路上海 哈雷特 拿到了哈雷特 和阿峰的队位 但这张图确实重就是会开到天行者的 这一支 这两个哈雷特 今天还是有0.3的起步差距的 太后还好没有上墙失速啊 还好没有把小红磕掉 不过这张地图 讲道理还得是天行者 怎么说 感觉这局天行者 还有真有机会 跟到一个 哈雷特快吗 从目前已经35秒的 时间节点来说的话 没有哈雷特快 那这一局还想第一啊 谁能第一谁拿分 谁赢分 光点 光点还是磕了一下 右边的墙 是的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难追了 但是洞会比约上少一分 可能还是一个同分 但黑人有可能掉出十分 阿鹏这一局很稳 但是最后叠分上出现失误了 1分15秒92 那是把音乐上1.04 音乐上差一点点 还是打 那接下来就打中的哈雷特呗 可以 孤罗纪半掉的情况下 其实 其他的地图流伤取水 可以打打 但不知道琴九的手感怎么样 中的 不也是一个失误点偏多的 说实话 有一张图我想看重跑 什么 好久没跟他跑过了 黄河万里奔流 哈雷特 还真可以 对吧 已经 几个赛季了 两个赛季没看他跑过了 几乎就没怎么选 这个赛季打过一次 当时还听到 甘静在台下说 有没有把握能破纪录 现在这个机会 可以尝试 这一局哈雷特起步就是0.3 跟不上 加上进入到海底室内的时候 撞后点喷 撞到了右墙 出来还是有失速 本以为可能黑人会跳秒 不过后半段阿宝还是出现了失误的 就一个小失误 1分15秒92 给人 更了一局9分 三局10分 全场最高的分数是月上 这是1分 这一局黑人 他跟车跟得不错 虽然说拿到了起步车 没有争到这个11分 但起码没有那么多的大叔 这在二维场上面 他的心态放大还是很好的 就可能他会 因为第一次上场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小情绪 但很明显能感觉到 他不会受太多的影响 给他 这种彩制的路线形性的选好 莫高坤 而 打光源级双冰魄 来了 琴久 开始了他们的战术 就莫高坤打冰魄可以 但是 但WZ上套了 这原机之星首先你不包赢 其次的话立马得被反大 对 龙金湖北海渔场都在啊 这选个龙金湖你只能开孙悟空 开完孙悟空我还能开 疾风机场针对你 哎呦 看这局能拿多少分吧 对 冰破来跑的话 确实是练过的 好久没见了 这个直线越上想过去过不去 但前面阿峰速度好慢啊 但是叠喷上面出问题了 那这一波连带 把琴舟的双领跑送出去了 天人0.5 ECU尾过来 够不到越上 但这个撞强点可以撞到吗 前面越上也撞 因为直到冰破的跑法 如果说自己硬弹的话 有可能会被 重直接冲撞到 而现在 黑人距离重还有0.3的差距 想卡小喷 没卡到 这黑人如果说能对重动手的话 那这一局起码能把分数先拿到 对 来了内线想起开 再碰 这里直线黑人的速度还是更快 但拐的时候撞到了左墙 这一撞还不痛的 是的 这一局 是很快的 反过来 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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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群开弹 也像 一看距离太远了 对 他很会看局势啊 自己这个操作失误西墙 把众放到了一秒内 而黑人是1.8 后面还是有失误的 最后 封还有失误 哦 这一局 2.01 下一局我觉得就龙金虎吧 就龙金虎 你看 现在第四张 第五张图 还有两张图可选 但是 墨尹青龙还在吗 不能上墨尹青龙 我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打完龙金虎的话 你后面再考虑墨尹青龙也还在 孙悟空 有点难反打 这如果说墨尹鼓鼠在的话 他这套战术就完美 嗯 先把墨尹原机打回来 先打原机再说 现在拉开了九分的分差 如果说龙金虎发挥的好的话 是极有可能异常堵的分数全拉回来的 是啊 而且你龙金虎你要拿机甲 你刚说拿孙悟空 拿一车那就流火 不拿一车 就得上双孙悟空 因为双孙悟空现在很难反打 其他地图都有车可以去应对 还有辆月影在呢 嗯 但现在就是请就 有没有这个魄力敢直接拿龙金虎 他们肯定敢啊 甚至来空港都有可能 但这不是第七局 根据赛车来看的话 现在龙金虎是最优秀的 对 我发现很多队伍在打到WZ的时候 战术想的都很好啊 很多队伍打WZ吗 嗯 你像GCR上一次这个战术打的就不错 哎你换个角度去想 其实是因为打WZ 你不在几手 对不对 想要打一些战术出来 对 因为正常来讲 平常上的是双子行 他们俩太稳 所以说 用一些赛事战术去针对一下 起码能够把对方的均分给拉下来 不过现在91比100 这分数两局比赛要先追 6分 说真的龙金虎真有机会 6分 说真的龙金虎真有机会 6分 黑人48 两个人加在一起去能够上时 看一下刚才起步 黑人这边撞了一下墙 好像调整不过来了 哦 起步这么大的食物能够调整回来 就能够跟得上 这条点太轻了 然后被中卡了一下 快速没按到 看一下犬图 龙金虎 黑人拿到流火 墨影金龙 真拿 这不像孙悟空啊 看下起步 看下起步 月下肯定能够出来 姐姐先被一走了 但是中这个位置就有点难受了呀 而且这两个也小心卡位 路面非常不错 给人稍微让一下 改变一下跑法 其实是他有点想让 但是突然有点忘记该怎么让了 但索性是没有影响到月尚 因为这一局必须得让这辆梦影青龙去跑 月尚这个路线 杨阳玉坠下去了 还是掉下去了 这辆梦影青龙并没有在第一圈 后半的完成领跑 现在阿峰来到领跑的情况下 两辆圆级 流火夜拖飘了 请就的双领跑 难说啊 难说 分差现在来看不大 对WZ来说可以接受 但他们拿出A倒下去了 但还要没有飞到上面去 是的 好在还在留在下面了 能卡在黑人的前面 但两个人大概就是一个同分啊 而越上这一局 看看能够跟到一秒内 看看风给不给失误了 再谈路线很扎实 后面越上反而走的不是那么的水 但这一局分差也不大 可能能追个三分吧 最后成绩一分三十六秒七 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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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局三分 还要一局追三分 跟墨影金龙在龙金屋确实很空 嗯 这个赛季咱们就见过 我见过两次 一次应该是神 一次是越上 两次跑的不是特别的好 相反如果说拿孙悟空的话 大家可能更能空得住车 其实我现在脑海里能想到的两张地图啊 西湖一电掠影 西湖一电掠影 把墨影金龙打出来 西湖就算了 一电掠影是可以的 那为什么不靠近雪晶猎猿呢 因为幻境龙鹰跑的还可以的 这个时候就要打冷门土 行 你要相信墨影金龙在 在一电掠影上面的发挥啊 就最近大家都选 对吧 都打 但 墨影金龙确实有点灰 没有打出效果来 看一下目前的得分 越上61分 黑人55分 中56分 阿峰54 第七张图 下一张图要追13分 能追 越上这边速度太快 直接往左边飞了 是啊 青龙太难控 还好中这边是 哦 没副位 但是副位在上面来呢 就裂开了 一电掠影的话 得上云霄 一辆云霄三辆莫影金龙吧 三分也很难拉开啊 看有没有机会 雪晶猎猿也是一样的用车 除非你说有绝活 打手北海渔场也行 北海渔场 也是云霄 都得用云霄 看一下选图吧 还是一电掠影 云霄 莫影金龙 这局要考验黑人了 黑人如果说能拿下第一冲线的话 那加赛肯定没有 对 好 如果拿不下 那就得看两个人跟分情况了 看一下起步 装测过后 这辆云霄先冲了出来 但他的跑法有点乱啊 有被反抄的 再加上本身少一个亿 黑人起步也不太顺 因为中这个路线 这是提前断空飘吗 各一个断空下来之后 重被留在了那个弯道上 这2.6秒 不好说了呀 就玩得有点花呀 先取的炸裂 但这边越上又被黑人卡到路线 这是自己的上墙 紧接着连带的黑人 那其实这一局应该让黑人来追 已经开追了 是 前面阿风跑台是有点保守的 这已经快速拉起到0.6 看一下第二圈 再谈 觉得很快 直接晕下来了 是 那 你这个名次重现的话 加赛是没了 棋局要结束了呀 那难道说黑人 今天的第一场2V 第七局比赛就要完成 第一次重现吗 对VCLB出来WCWW点票 再拿个侧身 能够延续上 那黑人只要 最后不要辣食物的话 我们得恭喜黑人 完成了第一重现 同样WZ今天 以七局比赛战胜请求 七局没有加赛 同时对于黑人来说 首秀既有首冲 可以 虽然说 伊甸绿影 算是请求最后的一招了 但是 重被卡在了 那个弯道之后啊 整场比赛就已经 宣告了结束 是的 还是有些可惜啊 请求并没有在 今天的比赛 面对到WZ的人员轮换 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最后拥有着 一辆梦影青龙的优势 选出了一点对影 并没有打出效果 两位曾经的跨赛区的老朋友 来到了S联赛的大家庭 完成了双方的第一次交手 这一次是由黑人 打下比赛胜利 他们一定还有下一次 还有下下一次 但是对于季后赛来讲的话 请求确实挺难的 可能机会不大 但我希望他们能够 在下一次交手的时候 无论是黑人还是中 都有很高的提升 比赛还没结束 还是请暂时不要放弃 接下来还有左队道具赛 如果说请求能够战胜WZ的话 那可以给中 换来一个solo赛的机会 月上71分啊 黑人66分 中65 阿峰64 月上除了今天的龙金湖 往下掉落以外啊 没有出现太多的大食物 是的 我觉得今天这个月底 这个名号已经不适用于在那身上了 但月下还是偶尔会有 龙金湖就已经月下了 MVP给到了月上 11.1的均分 三次第一冲线 本赛季第六次MVP 对 今天一路都很稳定啊 无论是选出什么样的赛车 包括龙金湖他也是想去搏一搏 看一看对手 跑出什么样的成绩 但由于在第一圈自己的一个掉落吧 导致自己 没有跑得太快 就莫颖青龙对龙金湖这样图来说 还是